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试一款 比较懂得交互很好玩的SUV 那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一款 森兰S05了 那其实森兰S05呢 之前在成都车展上已经完成了发布了 从外观造型上面看呢 其实并没有太多需要跟大家仔细介绍的地方 那么在这台车身上呢 我们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说 它有比较强的交互啊 好玩的属性 好玩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接下来一一跟大家介绍 首先呢在外观部分呢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 这一个投影的大灯 这个Depot Light实际上 它里面有一组130万像素的LED的灯光 那么这组灯光呢 它可以由你自定义投影一些文字啊 也可以投影光碳啊 甚至可以当成一个 播放电影的一个投影仪来使用的 然后配合起 它这台车其实是有两个外 车外的扬声器 那么搭配起来呢 这台车就是一个户外的放映装置 一般情况下 如果大家在路上看到一些新能源车 头顶上长着机脚 那通常是激光雷达 但是啊要是看到这样一台深蓝S05呢 没有关系 它头顶上这个机脚啊不是雷达 它实际上是一个高清的4K的摄像头 然后它可以进行一个120度的旋转的角度 加上本身镜头这个广度呢 可以给你拍摄180度的影像的素材 有4880像素的照片 最高支持 同时也是最高支持4K的一个分辨率 然后再类质64G的内存 而且呢它车顶的这一个云台相机 还可以在停车的时候 作为哨兵模式的一个增强的辅助装备 它具有人员的自动识别跟踪的系统 不过呢在试用之后啊 会发现这一套的云台相机 它目前啊这个视频画面的流畅度 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稍微有一点点的卡论 与此同时呢在面对一些大光比环境下面的时候呢 它的曝光并不能够通过现在这个软件呢 进行手动的调节 确实有些场景下面的那个曝光表现 并不算特别的好 那么跟现在的那些运动相机 专业的运动相机相比 还有一定的差距 在车身左侧的西柱这个位置呢 有这样一个圆形的交互灯 那么这个灯的主要的作用呢 又是交互又是好玩 纯粹的一个造型方面的设计 那么在车厢内部呢 很多好玩的东西其实集中在 这一块15.4英寸的中控大屏上面啊 深蓝呢将它称之为葵花屏 所以它可以左右15度角的一角度啊 进行一个啊角度的切换 能够更方便主驾的驾驶者 或者副驾位的乘客去操纵里面的功能 一些车顶的这个云台相机啊 或者说是一些车外的一些投影的功能呢 都是通过这里面的应用去操纵 而且呢这套系统呢 它还类似了AI的空间 能够跟你进行一些AI的智能交互 与此同时呢 它的这一套语音交互系统呢 也是有跟泡泡马特做一个联名啊 它里面有一些音效啊 不同的音色甚至交互的语言都会选择 所以呢这一套智能的交互体验呢 还是挺好玩的 那除了好玩的装备之外呢 其实空间也是很重要的看点呢 因为这一台深蓝的S05呢 虽然定位是紧臭型的SUV 但实际上它的轴距有2880毫米 再结合上1900毫米的车身宽度呢 实际上能够给你提供很不错的 车厢内部的乘坐感受 这个空间还是挺宽敞的 那么根据深蓝品牌目前的惯例啊 这款S05呢 也会给你提供两种动力选择 一个是纯电 一个是增程 那么看到这个密封的 言言诗诗的前仓呢 就会发现 它是一个增程版的 因为纯电版本呢 这里是有一个前辈箱的 支援在呢 中程版这个要放增程器嘛 这也是一台1.5升自然吸气的 四缸增程器 然后配上电池包之后呢 整体综合的满油满电续航 CLTC功放前面能够测出来 1234公里 那是一个比较实用的续航能力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着这台车 真正开到路上 看看它的动态表现怎么样了 那么我们今天开的这台增程版的车型呢 它也是采用一个单电机 后置后驱的动力布局 然后呢 电机的最大功率是160千瓦 那么相比起175千瓦的那个纯电版本的那个 后置电机的功率呢 相对会稍微小一些些 但是呢 其实整体的这个动力表现 动力的感受呢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毕竟这个数据上面的差异并不大 虽然说它不会像很多新能源的车型一样 一味的去堆这个动力的数据 但是呢 结合它的定位 结合它的车型的属性啊 其实它更多是需要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作为一个通行的车辆 更加重点的去考虑到它的这一些 舒适性啊平顺性方面的表现 所以呢 结合各方面来看 个人觉得马力小点没有问题啊 只要能够轻松的驱动这一台车就足够了 那么目前来说 这个动力感受 哪怕是在这种重庆的这个山路上面 要去进行一些上坡啊 等等 爬坡等等的操作呢 个人认为啊 它的表现已经完全合格了 那与此同时的话呢 不得不提一下的 就是它的这个隔音的表现呢 这静静性的程度也是挺好的 那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速的路段 我们能够开100公里的速度寻常 大家能够发现它的车厢内部的精英程度 确实是挺好的 那么综合各方面来看啊 森兰S05确实是一款好玩而且好用的车型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一款车型 卖多少钱你会感觉到心动呢 能够心里去购买呢 好 今天关于森兰S05的第一次试驾体验呢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